蔡英文其實一開始就鎖定了這個 她在敗選之後 很早就鎖定了豬瘟這樣的一個議題 用豬瘟這個議題一方面 因為豬肉其實全台灣人 大部分人都每天都在接觸 都在食用 跟我們的庶民的文化 飲食的文化非常的貼近 同時又有跟中國大陸的一個 對立對抗的這樣子的 一個政治訊息在裡頭 非常適合蔡英文操作 所以蔡英文她這個時候 打蛇水棍上 然後打鐵趁熱 在她好不容易冷嗖嗖的民調 或者是說她的粉絲頁的反應 如今有回春之機 趕快在第一時間繼續維持這個溫度 在早上的時候跑到金門去宣誓 蔡英文心情應該會很不錯 不過在我們的總統 在她的奇怪的這個運跌到谷底之後 現在又出現了一些生機的同時 我們當然是非常非常的憂慮 因為這是不可以小看 因為當年快20年的這個口提議 對台灣整個的豬業 還有我們的消費者的權益 其實傷害是非常非常非常深的 現在這個非洲豬瘟來勢洶洶 非常的恐怖 也沒有疫苗可以現在可以打的 非洲的毒都很頑強 所以就不好對付 現在在金門因為有大陸的 漂流的死豬飄了過來 所以首先金門當然是要先把 這個防疫做強化 我只是要講就是說 當蔡英文 其實她現在又有一點 虎虎生風的時候 還是不要忘記 身為總統我其實有講過 一個跌到谷底的總統 總統就是有這個好處 其實總統會當真的很好當 因為他有所有的籌碼 總統宣布什麼樣子的政策 總統做什麼樣的喊話 總統做一個什麼樣的動作 比如飛到金門去 我們這些人飛到金門去 沒有人要理我們 總統飛到金門去一定會有新聞 所以總統要操作新聞 主導議題其實是很容易的 所以在這個時刻 請總統不要忘記 我們沒有農委會主委 如果防疫這麼的重要的話 趕快找到新的隔魁 趕快確認賴清德要走 還是要留 趕快找到新任的隔魁 趕快組成新的隔員 趕快找到農委會的主委 然後專門的在第一線 負責這些影響重大民生問題的部會 趕快補齊 這個才是真正負責任的做法 而且他早補 晚補 他都要補 他再晚補一天 只會引起更大的民怨 因為蔡英文不懂朱溫 蔡英文不管農委會 他本來就不懂 這很天經地義的事情 你飛機飛到金門 也只是一個政治宣誓 其實作秀的成分也很高 但是我覺得也很好 沒有什麼不好 但問題是 要落實層層的關卡 所有專業的問題 是需要農委會來的 但農委會不能夠在每一天 群龍無首 沒有人指揮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疫情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自己也不可能不曉得 中國大陸爆發豬瘟 看新聞 看報紙也都知道 就是說所以這其實第一點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大家去追究過去 早就知道了 為什麼現在才開始防疫等等 這都說了很多遍 可是我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一開始我就在講說 其實金門縣的縣長 是可以跟對岸福建 做一些防疫上面的合作的 因為畢竟有病死豬 漂流到金門 那就表示在中國大陸 他的防疫作戰是有漏洞的 有漏洞可能難免 就表示有些他沒有銷毀的很徹底 否則的話為什麼會有病死豬 漂流出來了 這些東西都應該第一時間 通告對岸 告訴他說你有漏洞 而且漂到我們這邊來了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嚴防的 去再一次的全面的清查 是不是有哪些私養豬戶 或者是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你們沒有查到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 因為你還是要嚴防 我們唯一的來源就是中國大陸 最大最主要的來源是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那邊有漏洞的時候 當然要告訴他 你不要以為你們防疫做得很好 你都漂來我們金門 這個東西是你中央跟對方 沒有任何溝通管道是做不到的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金門縣政府是可以去做的 第二個就是 但是他要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授權 對 就是我要講的 當金門縣政府去做的時候 中央政府不要把金門縣長關起來 說你這個是違法的 還罰錢 這樣就很糟糕了 所以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我還是要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其實剛剛志恩跟輝文 講說部長不重要的時候 主委不重要的時候 我是滿驚訝的 因為主委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 就第一個 你不能夠因為曾任的主委 你不能夠因為總統用人不當 錯誤用人 曾經主委不試任 就說主委不重要 主委是非常重要的 剛剛輝文也講說 他相信下面的文官系統一定 我不知道輝文的樂觀 是從哪裡來的 我覺得台灣的文官系統是很優秀 但是沒有政務官部長的指揮 就是不行的 這個工作不是總統的工作 也不是行政院長的工作 總統的工作是指派一個 任用一個他市任的一個部長 譬如說剛剛王世堅議員的表現 我覺得他就可以當部長 當我 我不是說你要去當 我只是舉例 做得也中槍 不要緊張 我為什麼舉當 你對養豬業的專業 誰告訴賴清德 此刻不宜全面禁止 除魚養豬的 就是農委會的官員不是嗎 誰決定6個月成立溫主 除魚中心的 就是農委會的官員不是嗎 但是如果農委會的官員 本於他們的專業說 因為可能養豬戶會不配合 會反彈 除魚商會反彈等等各種的問題 所以他們說不宜這時候全面 但是這時候有魄力的主委 就要告訴他們說 這是非常時期 拖拖拉拉 然後瞻前顧後 就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間 所以必須要怎麼做 就像剛才王議員講的 就坐下去 不是很好嗎 就是這樣 如果王議員講了以後 農委會又有一個專員 譬如說賴教授說 可是我們要不要考慮什麼什麼 那你就去呈現一個 這樣已經在模擬了對不對 對 政局的模擬 其實很明顯 理想的農委會主委是鄭立委 更完備的政局 講了一大堆是 你自己去當農委主委 不是很好嗎 謝謝 那謝謝 感覺農委員的機會比鄭立委高一點 我現在再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看 雲林縣長張立善 他也不是農業博士 他也不是養豬出身 他就是一個政治人物 就是一個有擔當 有決斷力的政治人物 危機發生了 馬上瞭解狀況之後 做出決斷 肩膀要扛的 雲林是養豬戶最多的地方 還有就是他們屏東 他會得罪很多 會被罵的 對 難道他不怕被罵嗎 他難道不怕大家來 去辦公室 豬粪全部丟到 他縣長辦公室 看他要怎麼撞得住 可是他為什麼可以做得出來 你今天 一個雲林縣做不夠 我們所有防疫就會出現漏洞 因為台灣那麼小 所以你一定要全台灣 是一個共同作戰的 否則的話 雲林縣防堵了半天 結果都從吉他中華來 雲林縣防堵來 台南防堵來 要怎麼撞口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 待會我們還要討論 更大的漏洞 只能講的有教育的問題 我們也沒有教育部長 當然你也可以講說 部長請來都不務正業 教育部這麼多事情 他都不關心 只關心一個管中民 但是這真的不代表 部長不重要 我還是覺得部長非常重要 而且台灣不是只有一個 豬瘟危機 一個豬瘟總統行政院長 通通下去也沒辦法防疫 如果沒有一個部長 像剛剛王世堅說 一個豬多少錢算好了 就總共18億 拨18億幹下去 那還是一樣 講半天 現在總統打高空打了半天 我跟你講下面文官系統 他沒有肩膀他不敢扛 這種東西他怎麼 他連講他都不敢建議 因為你這個部長也做假的 你是扛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再回過頭來講 就現在總統很開心 他已經陰霾了兩年了對不對 好不容易 今天到金門應該是帶著微笑 心裡面是帶著微笑 就像他那時候 那個下雨在戰車上微笑一樣 應該是帶著微笑去的 可是在這個時候 不要忘記總統的職權 你享受了總統這個高度 所以你馬上可以累積關懷 馬上有很多的在 馬上有很多的分享 但是你的職責是什麼 趕快幫我們找到隔魁跟部長 馬上趕快把這些政策落實下去 賴清德你在走之前 你還是要善盡你的隔魁的職責 所以我覺得今天 世界兄講得很好 我覺得所有講的最好就是他 就是把這些東西 這就是政策決定 就是趕快把它做下去就是了 就這樣子 所以不要在這邊 未來會不會累積太多 未來真的出現了之後 我告訴你 蔡英文也不會高枕無憂 你真的不要小看 台灣養豬戶的力量 你現在就要跟他們說 到時候真的發生豬瘟 然後整個中央政府 用防疫不力破洞一大堆 越不越大洞 你看他的整個病了 他很可能比這些四大佬有用 我跟你講這些養豬戶叫蔡英文下台 比四大佬叫蔡英文下台有用多了 你補起來有用嗎 如果說你的農委會主委 是像林沖閒這樣子 所謂的專業的人 你就是補類似這樣的農委會主委 會對這次豬瘟會有比較大的影響嗎 所以我覺得有沒有農委會主委 其實不是一個重點 但是有個總指揮官 總是比較能夠協調人力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說 包括陳吉仲今天所提到的話 他今天面對 他昨天所開的這個記者會 面對金門發現了這個 所謂的非洲豬瘟的這樣子 一個死豬的病例之後 他提出了很多的防疫的措施 可他的措施有沒有辦法 經得起檢驗 舉例來說 他說要半年之內 馬上建立一個所謂 廚餘徵組的集中中心 然後再把這些廚餘 分散給不同的地方 然後給不同的養豬戶 大家就覺得這可行嗎 半年之內建立 然後你要建立多少處 然後你建立完之後 你怎麼樣分送 在分送的過程 你到底是如何來執行 還有包括豬的糞便 你有沒有同時顧慮到 那講到這個廚餘的部分 我們就不得不回顧一下歷史了 其實全台灣最早實行 這個所謂禁止使用廚餘的是誰 張立善 他還沒有當選之前 他其實就已經開始在提出 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當選完之後 馬上就用他的行政力量 完全禁止廚餘的這樣子的一個分散 可是你看看兩三天之後 賴清德院長馬上就打槍我們的張縣長 結果現在證明什麼 雲林縣還是先知先知 他們率先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因為雲林縣是一個農業大縣 他們經不起任何有任何的 這個所謂租瘟傳到雲林 過去我們的口題21年 損失了8000多億的台幣 所有的養租戶是沒有辦法 再承受這樣子的一個夢魘 所以他們比誰都要小心 一個雲林縣可以比誰都要小心 但是我們全國出的雲林縣之外 還有哪些地方 我們的屏東也剉了一帶 但是我們整個的防疫系統 不要說是農委會沒有所謂的專業 有沒有組委 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當9月當中 全世界的聯合國已經的糧農組織 已經在曼谷召開會議的時候 我們台灣收到這樣的警訊 但就我們的做法到哪裡 沒有 沒有之後只到全部蔓延完之後 你才開始做很多的禁止的動作 我覺得生活得很好 剛剛秀林秀出的那個金門 提供給很多的觀眾 真的要好好很多的一個訊息 過去大家都知道金門的共堂 每次去都會拿回來 那共堂裡面 很少人會發現有肉松的共堂 因為大家都會買共堂當伴手禮 結果發現肉松共堂 不能帶進台灣本島 如果說你萬一不小心靜帶的話 你要被罰 你被罰的話 對這些旅客來說不公平 我必須要說 對金門的很多的商業戶來說 也不公平 因為他們過去 他們的豬肉乾也很有名 那就是整個防疫的措施 很快的被決定之後 他們的廠商目前是哀叫連連 但是為了防疫 大家都必須要忍受 我只是必須要去問 從9月到現在 甚至更早的時間 即使我們防疫單位已經提醒了 可是農委會 這段時間到底在做什麼 是在做選舉嗎 還是在做哪一些的事情 是到目前為止 才有比較重的一個罰款 而且你不要忘記的 每次講到非洲豬瘟 都會特別提到前面加一句話叫什麼 中國大陸的非洲豬瘟 為什麼要把這些連結在一起 當然我們無可否認 我們跟大陸彼此之間的往來 非常的互動很頻繁 而且中國大陸的確有很多的省 已經完全是蔓延 而且有很多的省 是沒有加入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所以他們的通報系統 管理系統是有一些的漏洞的 所以我們往返這麼頻繁當中 我們只能在我們的防疫線上 做更好的一個組織 但是昨天一隻豬 今天早上又一隻豬飄來的時候 網路上全部都在說 這些豬瘟會不會是有人故意的 網路上就有這樣子的流傳 生化攻擊 因為豬不可能漂那麼遠 你從福建沿海漂到金門 還有一大段距離 最有可能的方式是什麼 把這些死豬帶到海中央 在做海中央 這個豬才有辦法漂到金門 這樣的耳語都出現了之後 我覺得你要防止假新聞 就要從這地方開始 因為不是跟大陸之間 到底兩岸之間關係如何 光是這樣的假的訊息 或是沒有查證的訊息 就足以引發大家彼此進行的揣測 所以每個人又開始在講 阿強啊 說是阿強啊什麼什麼 那你大家都知道 最近幾天提到阿強 大家就特別的敏感 因為我們的蔡總統 因為阿強的關係 真的又復活了 兩萬多個分享 以下之間有10萬個按讚 這是沉積很久的蔡總統 又從臉書當中復活 歡迎收看阿強 觀眾朋友 有請 愛 你 臺 小